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历代字第五章时候就交代这个部分 不仅屡辩犯罪 西缅立位也都犯罪 所以都被神厌弃 而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了这个小的儿子 就是约瑟 所以呢约瑟就得到他父亲雅各在临终前的祝福 让约瑟的两个儿子 伊法莲跟马拿西各得一份 因此约瑟的后代就得到两份 就是长子的双辈的祝福 但是却把这个君王的权柄 给了第四个儿子犹大 所以接下来在讲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后代的时候 首先要来介绍的是犹大支派 不是流变也不是约瑟 我们可以看见历代字他的重点 他的重点就是放在两个支派上面 第一个就是犹大支派 第二个是立位支派 因为整个历代字上和下 他所要表达的一个观念 就是神在寻找这个敬畏他的国王 还有这个王朝 就是他所拣选的犹大支派 然后要让他跟祭司一起来配搭 祭司立位人 他们就是立位支派 以圣殿为中心 君王就是带领全国百姓 来敬拜神的那一位领袖 因此在历代字里面强调的是 君王跟祭司 这就跟列王纪或是撒末尔纪 比较不一样的 撒末尔纪跟列王纪一样讲历史 跟历代字一样讲历史 但是在犹太人 他们自己对希伯来文 旧约圣经的分类里面 他们是被放在两个不同的分类 撒末尔纪跟列王纪 被放在前先知书 而历代字被放在圣卷 前先知书里面的历史观 基本上是一种叫做 生命纪的一种神学历史观 所谓的生命纪的一种神学历史观 指的就是上帝在摩西五经里面 所吩咐百姓的 你们若遵守我的话语 就必得祝福 你们若违背我的话语 就必得咒诅 而把这样的观念 讲得最仔细最清楚的 是在摩西五经当中的生命纪 所以这种观念 顺服神的话就得祝福 悖逆神的话就得咒诅 的这种观念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生命纪神学 因此在生命纪神学的历史书里面 包含撒末尔记跟猎王纪 他所强调的就是说 国王有没有敬畏神的话语 遵守神的话语 如果国王他不敬畏 遵守神的话语 神就会裁判先知 来传讲神的话语 提醒国王 甚至是责备国王 因此在猎王纪里面 我们看见重要的角色 是国王跟先知 而在历代词里面 他重要角色是国王跟祭司 因为他们比较强调 国王应该像一个敬拜者 带领全国来敬拜上帝 而祭司要协助国王 把敬拜的工作做好 再来我们可以看见 在撒末尔记跟猎王纪里面 他同时都会强调 北方和南方的历史 甚至到后来索罗门之后 以色列分裂为北国跟南国 在猎王纪里面 他有时候描写北国的篇幅 有时候会多于南国的篇幅 一些有名的先知 例如说以利亚以利沙 都是出现在北国 为什么呢 因为北国国王比南国国王坏 所以神就特别派更多的先知 去纠正 甚至是审判那些不听话的国王 要他们回转来听神的话语 而在历代词里面 他基本上是不谈北国的历史 谈得很少 他主要是谈南国的历史 因为他认为圣殿在伊路撒冷 所以神拣选的就是南国 特别是南国的犹大支派 以及立位支派的祭司跟立位人 所以这是历代词的历史的史观 跟内望期的史观不一样地方 因此两人可以做步 让我们对于神对以色列历史的心意 和计划有更完整的看法 那我们就首先来看历代词里面 被视为最重要的犹大支派 他们的家谱 犹大的儿子是尔、厄男、士拉 这三人是迦南人舒雅女儿所生的 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厄 耶和华就使他死了 犹大的儿父塔玛 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 犹大共有五个儿子 法勒斯的儿子是西斯伦、哈姆勒 谢拉的儿子是 辛利、以探、西曼、贾各、达拉 共五人 加米的儿子是亚干 这亚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 连累了以色列人 以探的儿子是亚萨利亚 这段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38章里面 犹大的长子尔是个恶人 神就让他死 然后他死了之后 按照他们的习俗 尔的妻子需要为尔留后 可是尔已经死了 所以二哥儿男就需要娶他大哥的太太 可是呢 这个娶了之后呢 这个二哥很自私 不愿意让他妈怀孕 给这个儿留后 所以呢 神也审判让老二儿儿男死了 所以呢 这个公公犹大 他就不敢让小儿子 再来娶这个他妈 所以呢 就啊 就是欺骗了他妈 那他妈后来也用诡计 然后来欺骗尤大 与他来这个 这个刑防 结果后来发现 原来是他的这个儿父 他妈 他妈为了要让尔留后代 就用这种苦肉计 牺牲自己 那最后神就拣选了 这个由他妈 跟尤大所生的法勒斯 来作为被拣选 那赵伦也轮不到他妈 可是一样神就拣选 这个比较坎坷的 比较卑微的法勒斯 来作为被拣选的继承人 而法勒斯的后代 有希斯伦 哈姆勒 然后呢 第六节 再次一样先交代知迈 就是先交代 犹大跟他妈所生的 这个 这个没有被拣选 那个谢拉 他的后代 就记载在第六节 这个地方 第七节这边也介绍了 这个一个人叫亚干 亚干呢 他是这个没有被拣选的知脉 谢拉的曾孙 亚干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连累 因为他们在约书亚纪里面 当他们很成功的渡河到了河西 然后打下耶利哥城之后 他们去攻打一个小城叫做爱 可是呢 因为亚干这个人不听神的话 他就偷偷隐藏了这个当灭之物 所以呢 神就使他们大败 所以他就连累了整个这个以色列人 因此这边特别提前的事情 也是在提醒 贝鲁归回的犹大支派 因为亚干也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一个领袖 所以如果贝鲁归回的犹大支派的领袖 他们如果犯罪 他们会像亚干一样也会连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以此来提醒大卫的后代 他们不要犯罪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第九节 西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密 兰基鲁拜 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 拿顺生萨门 萨门生波阿斯 波阿斯生厄贝德 厄贝德生耶西 耶西生长子以利亚 次子亚比拿达 三子士尼亚 四子拿坦叶 五子拉带 六子阿贤 七子大卫 他们的姐妹是西鲁亚和亚比该 西鲁亚的儿子是亚比筛 约亚 亚比该生亚马萨 亚马萨的父亲是以石马利人 义铁 西斯伦的儿子迦勒 娶阿苏巴和耶略为妻 阿苏巴的儿子是耶舍 硕霸 亚敦 阿苏巴死了 迦勒又娶以法他 生了护尔 护尔生乌利 乌利生比萨列 西斯伦正六十岁 娶了激烈父亲 玛吉的女儿 与他同房 玛吉的女儿生了西哥 西哥生亚尔 亚尔在激烈地 有二十三个成义 后来 激数人和亚兰人 夺了亚尔的成义 并基纳和其乡村 共六十个 这都是激烈父亲 玛吉之子的 西斯伦在迦勒以法他死后 他的妻 亚比亚 给他生了亚施户 亚施户是提戈亚的父亲 西斯伦的长子 耶拉密生长子兰 又生布拿 阿连 阿贤 亚西亚 耶拉密又娶一妻 名叫亚他拉 是阿南的母亲 耶拉密长子兰的儿子 是马斯 雅敏 以杰 阿南的儿子是 沙迈 雅大 沙迈的儿子是 拿达 雅比树 雅比树的妻 名叫雅比海 雅比海 给他生了雅伴和魔力 拿达的儿子 是西列 雅变 西列死了 没有儿子 雅变的儿子 是乙氏 乙氏的儿子 是士山 士山的儿子 是雅来 沙迈 沙迈兄弟 雅大的儿子 是乙铁 约拿丹 乙铁死了 没有儿子 约拿丹的儿子 是比勒 萨萨 这都是 耶拉密的子孙 士山 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士山 有一个仆人 名叫耶哈 是埃及人 士山 将女儿 给了仆人 耶哈为妻 给他生了亚太 亚太生拿丹 拿丹生萨巴 萨巴生以弗拉 以弗拉生厄贝德 厄贝德生耶护 耶护生亚萨利亚 亚萨利亚生西利斯 西利斯生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生西斯买 西斯买生沙龙 沙龙生耶加米亚 耶加米亚生以利沙玛 又回过来讲 西斯伦 就是法勒斯之子 被拣选的法勒斯之子 他就生了西斯伦 而西斯伦所生的里面 这个神拣选的是 在中间的这个蓝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的 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 他被翻译成另外一个名字亚兰 所以在第十节开始就交代了 如何从兰一直生到 大卫的父亲耶稀 这边讲到兰生亚米拿达 然后后来又生的拿顺 拿顺后来是撒门 而撒门接下来是波阿斯 波阿斯呢 他就娶了摩鸭女子路德 就生了额贝德 那神就透过这个卑微的摩鸭女子 如同我们刚刚所谈的 那个卑微的 那个假装成妓女的他嘛 透过他们来生下 被拣选的卑微的后代 来成为这个上帝祝福的继承人 而波阿斯生了额贝德 而贝德就生了耶稀 接下来我们看见十三节 耶稀就生了长子 以利亚赤子 雅比拿达等等 而第七个儿子是大卫 你看又是拣选那个小的 来做那个盟拣选的器皿 这边十六节也谈到 我们在这个撒末纪 所熟悉的几个人物 就是大卫的姐妹 席路亚跟雅比该 他们所生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都要叫大卫舅舅 包含我们熟悉的 约亚、雅比赛、雅撒黑三兄弟 还有他们另外一个表兄弟 叫亚马萨 十八节 这个继续要来谈到 法勒斯之子西斯伦 他的名字叫迦勒 他是属于支脉 不是主脉 他的后代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这个迦勒不是跟约书亚 一起打进去应许之地的迦勒 这个是比较早期的迦勒 这个迦勒呢 他的后代里面在第十九节 也生了一个叫护尔 而这个护尔很可能就是 摩西带领百姓在旷野的时候 他在山顶上举手祷告 然后他吩咐约书亚带兵 去跟亚马利人打仗 那摩西手就很酸 就会垂下来 垂下来的时候 约书亚就会快被打败了 可是摩西在把手举起来的时候 约书亚他们就可以打胜 所以摩西手沉重了 没有力气的时候 旁边的亚伦跟护尔 就帮助他把手扶起来 那这个很可能这个护尔 就是那一位站在旁边 扶持摩西的手的护尔 这也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属灵的教训 就算我们是知脉 我们是配角 神是公平的 护尔一样可以做一个 最称职的配角 一样被神纪念 一样被神祝福 所以我们不要看 我们所领受的恩赐是大是小 只要我们好好的忠心服侍神 都要被神纪念 都要从神来得奖赏 21节继续记载 西斯伦的后代西哥 以及我们从25节 也可以开始看见西斯伦 另外一个孩子 就是耶拉密 他是属于一个支脉 他的整个的一个分布 上帝的原则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是主脉还是支脉 多给你的 神就给你多要 而少给你的 神就给你少要 所以神是公平的 但是只要我们在神 给我们的位分跟产业里面 静静业业的来侍奉神 荣神一人 神都一样纪念 神都一样 把尊贵荣耀 平安喜乐 加给我们 耶拉密兄弟 迦勒的长子 米莎 是西福之祖 玛丽莎的儿子 是西伯伦之祖 西伯伦的儿子是 可拉 他普亚 利肯 士马 士马生拉罕 是约干之祖 利肯生沙迈 沙迈的儿子是马云 马云是伯素之祖 迦勒的妾 以法生哈兰 摩萨 加谢 哈兰生加谢 亚代的儿子是利贱 约坦 基山 皮利 以法 沙亚福 迦勒的妾 马家生士别 特哈拿 又生麦玛拿之祖 沙亚福 摩比拿 和基比亚之祖 释法 迦勒的女儿 是亚萨 迦勒的子孙 就是以法 他的长子 护尔的儿子 记在下面 基列列 基列耶灵之祖 朔巴 伯利恒之祖 萨玛 伯加德之祖 哈勒 基列耶灵之祖 朔巴的子孙 是哈罗尔 和一半 米努哈人 基列耶灵的诸族 是以铁人 布特人 苏玛人 米莱人 又从这些族中 生出索拉人 和以食陶人来 萨玛的子孙是 伯利恒人 尼陀法人 亚他律伯 约亚人 一半 马拿哈人 索利人 和著亚比斯 众文士家的 特拉人 士米亚人 苏甲人 这都是基尼人 利甲家之祖 哈勒所生的 所以从42节以后 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 犹大支派的 很多的城市 或乡村 他们是用 他们不同的 这些 犹大的后代的子孙们 的名字来命名的 既是人民 也是地名 例如说 西伯伦的名字 怎么来的 还有我们刚刚 我们接下来 会可以看见的 一些我们很熟悉的地名 例如 五十节的 伊法他 五十一节的 伯利恒 五十二节的 激烈耶林 这些都是我们在 以色列历史里面 常常所熟悉的 犹大支派的城市 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呢 因为在 贝鲁归回之后 贝鲁归回 大部分都是 犹大支派 各城各乡的人 因此要再一次去诉说 为什么你们是那个城 跟那个乡的人呢 是因为你们的祖先 他们曾经用信心 来回应神的话语 然后呢 就得地为业 就建立了这个城市 这个城镇 因此呢 当你们回到 你们的原居地的时候 要效法 我们祖先 他们对神的信心 我们也必能够 重新得地为业 所以呢 就来勉励 这些贝鲁归回的 犹大支派 各城各乡的人 不要害怕 要刚强来敬畏神 必要再次被神重用 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 很特别的人 就是在第55节 他说 还有这些是住在 雅比斯 众文士家的 这些特拉人 士米亚人 苏甲人 这些三种人 他们这些文士 都是基尼人 基尼人 他们以前 摩西的岳父 就是基尼人 所以他们跟以色列人 非常的亲近 基尼人 他们后来 又繁衍出 利甲人 的后代 那利甲人 特别在耶利米书 35章里面 特别提到 他们不喝酒 不住房子 他们是一个半游牧民族 他们对于 祖先所吩咐的话语 非常的忠心 反之 以色列人 对于神所吩咐的话语 却完全不忠心 所以让我们看见 在这边 历代词的作者 再次来提醒 被鲁归回的百姓 要对神的话语 要忠心 因此特别 写出来说 住在亚比斯 这个城市 或是住在亚比斯 这个家里面的 众文士 他们都是 敬畏神话语的人 关于亚比斯的部分 我们在这个第四章 会有进一步的描述 但是这边 作者先留下伏笔 也就是说 要信靠神的话语 如同以前那些 信心的列祖一样 他们因为信靠神的话语 就忠于得地为业 因此不论现在的环境 多么的艰难 我们只要再次 信靠神的话语 必要从软弱里面 再一次刚强 再一次得地为业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赞美你 不论得识或不得识 主我们都要信你的话 我们都要接受你 再一次对我们的呼召 勇敢的站在 我们的角色跟岗位上 主我们赞美你 主因为 以前我们怎么样 用信心依靠你 你就使我们得胜 如今我们再次 用信心依靠你 你要再一次拯救我们 也再一次使我们得胜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